在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郭佩帆、陳恒彬 在網上召開的抗疫研討會上 除了醫療專家支持推行強制全民檢測 政界和業界代表同樣支持 其中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就指 國家在防疫上的表現是世界供應做得最好 相反香港的抗疫措施永遠走在形勢之後 所以我們仍然繼續用這個所謂鬆弛有道 這個鬆弛有道對我來說其實是鬆弛被動、鬆弛無道 四波、五波、六波之後 永無止境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走到形勢之後 劉炳章建議港府推行全民檢測 而變最終隱形患者 用個發展健康碼才可以扭轉形勢走在疫情之前 我們走到形勢之前 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就建議政府引用成民法 以公眾衛生為由強制全民檢測 法律無論從成民法和普通法 成民法我們599章預防及疾病條例 已經是比足局長是有絕對的權力 可以要因為公眾衛生的嚴故 這些這麼嚴重的疫情 是可以要大家強制檢測的 通關刻不容緩 因為旅行者已近一年來收入 怎樣可以令到馬上清零 而內地可以接受我們香港人進去 亦都可以通到關 陸續需要14天隔離 航空公司陸續復航回香港 這個就是大家一直希望的 始終一定要一個決心 盡快搞定一人就要通關 KOL 李滋經亦都指香港經濟水深火熱 要求盡快推行強制全民檢測 香港受疫情已經潑陀了差不多11個月 難道我們每天都要戴著口罩 我們一定要政府強制檢測